發現進度落後很嚴重,舉個手我們就稍微緩一下 所以就是OBS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直播課 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直播就直播,那為什麼就是變成OBS 像OBS等於直播 我們是GNV的社群,然後GNV最喜歡的軟體都是Open Source的軟體 所以其實像這套程式完全都是開源的 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原始 那可以看到原始碼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就是它,你就可以自己去改它 然後它基本上是免費使用的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它有問題的話 有病毒或什麼之類的話 你也可以在原始碼看到它真正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會,如果你在學習一個任何軟體的話 我們可能會建議你去用Open Source的軟體 因為這樣子的話,它的教學資源可能比較多 然後基本入門檻 入門不用繳學費 就是免費可以直接載到,我們就直接可以用這樣 好,所以這件事情你可以放在你的腦海中 未來你們的任何學習 如果想要跟軟體有關的 你可以先打,你要學什麼東西 要不然想要學繪圖軟體 然後找Open Source 尤其你就可以找到一些網路上很免費的資源可以使用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那我們就打開OPS的時候就會看得到這個畫面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畫面 就會看到上面有一個完全黑的畫布 然後你想要把東西夾進來 所以第一個你要認識的是這個畫布 接下來第二個認識的要就是這個來源 那你在來源這邊按右鍵的時候 然後就可以新增一個來源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新增 我們剛剛視訊可能大家都 假設大家都裝好了 那我們就按視訊解取裝置 然後你就是直接建立現在一個按確定 然後就可以看到上面有這個東西 就可以看到我的畫面 好,我先假設 大家有沒有覺得到這邊就是很困難 如果有困難的話就舉手了 然後就可以我們稍微停一下 確認一下你們不太確定的地方在哪裡這樣 好,然後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加進來按確定 然後你就可以在畫布上面看到我的畫面了 OK,好,這邊都很簡單 但是你一開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畫布跟上面它的比例不對這樣子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很成功的加入了一個來源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去對這個來源去調整它的屬性 然後可以讓我們是我們期待的大小 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視訊解取裝置 這個來源已經在這邊了 然後右鍵 然後選屬性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的一些基礎設定 這樣子 好,然後通常是一個視訊鏡頭最困擾的地方 就是它的解析度FPS其實是跑掉了這樣子 所以就是現在它從裝置預設值變成自訂 然後你自訂的時候它可能會不見 因為它的解析度你就要自己給它 然後現在我們通常在直播 或是在任何視訊會議上面的那個size 都是19201080 我們就選19201080 然後就確定 然後你就會發現它自動就伸展成我們那個跟畫布一樣的大小 如果你畫布也是19201080的話就可以一樣大小這樣子 OK,這樣基本上你的視訊就OK了 好,到這邊有問題嗎 我這邊稍微問一下好了 因為我不知道要怎麼樣 知道你們有沒有問題這樣 因為今天早上那個 有一個講者的問說 要問大家然後舉手這樣 然後有跟沒有都舉手 超智障 然後我就覺得完蛋了 我不知道怎麼跟學生互動這樣 所以如果有什麼好的方式的話可以互動 然後我是希望可以舉個手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OK 好,所以我們剛剛其實就是在請問 欸,請說怎麼樣 他在那個前期住他沒辦法拉好起來 喔 好,那我們請住家來幫忙 這個真是奇怪的地方 每一家牌子的那個webcam都不太一樣 好 自訂的問題 自訂的問題,OK 好 所以剛剛這邊教學就是在講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新增一個來源 然後畫布 然後如果你來源裡面的內容想要改的話 你可以從他的屬性這邊改 然後就可以確定一下到底是 有哪一些設定可以使用這樣 好,那我們再回去看一下 剛剛這邊其實還有蠻多設定的 回到屬性這個地方 我們通常有一個很白癡的操作 就是不小心把那個 插頭拔 就是那個USB拔掉這樣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其實我的已經站起來 但是我的那個webcam就卡住了有沒有 然後說不好意思 那我把它插回去 然後結果插回去還是沒在動 然後說完蛋 怎麼會這樣 因為通常那個webcam它有一個很白癡的事情 就是它不見的時候 它就整個裝置就消失 然後就再抓不到 所以通常你會這樣子 在這邊有一個停用的按鈕 你先把它停用 然後再把它啟動 然後我就回來了這樣子 就是有時候webcam會自己動住 所以有時候你可以這樣設定這樣子 好 然後有一些webcam你可以一直按設定視訊 然後你這邊就直接調亮 結果自己太黑了 就調亮一下這樣子 這是一些基礎設定 然後我就可以看起來比較亮一點點 我不知道在畫面上看起來比較亮 OK 就是一個來源 但是像這樣子的來源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再增加很多來源 然後我們再增加一個圖片 我發現我好像還沒下載 完蛋了 我也來下載一下 所以如果你還沒下載的話 第一頁那個下載安裝素材檔 跟素材的部分 可以在這邊找到這個drive然後下載 好 那我就先讓它下載一下 所以剛剛我們講的那個 停用啟動就是這件事情 就是有時候視訊來源會卡住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個按鈕先停用它 再啟動它 就是所謂的當機萬節 就是直接reset它這樣子 好 然後如果跟視訊有關的話 跟大家講一下就是視訊鏡頭 只能一次給一個程式這樣子 所以我看一下這邊還沒有寫 那我等一下再講 就是有一個視訊鏡頭 被人家程式用的時候 它就不能給其他程式用 有時候會卡住 所以你會選不到 那可能之後會遇到 我們再來看一下 好 那所以其實除了 除了剛才的那個調整 它的那個解析度大小之外 其實你在畫布這邊 你也可以像這樣 就是直接去調整你要的大小這樣 然後通常有一種做法就是 直播畫面 就是今天我是一個講者 然後我把我頭的畫面擺這邊 然後接下來我想說 我想要擺我的一個視窗 所以我這邊又再用一次 再來一次 我想要新增一個新的來源 然後新增 然後這邊有很多的選項 我選視窗決接取 然後按確定 然後它就會問我說 我現在開的有哪些視窗 然後我要抓的是哪一個 我想要抓這個計時本 然後我就去 在這邊 視窗這邊說 可以選 那個筆記本的程式名稱 然後這樣子的話 我就把它打開了這樣子 然後這個 我在這邊這樣調是用按上下左右 只要我把它選成空框的時候 然後上下左右這樣調這樣 所以這樣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一個類似線上教學直播 或所準備好的畫面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剛剛又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動作 就是把它 它這邊 這個 它的畫布其實就跟 如果你會再做那個 繪圖的話 其實就跟那個繪圖的問題一樣 就是 每個來源互相 就是有上下層的關係 然後你就可以調 彼此之間的上跟下 然後去確定哪一個是在上 哪一個是在下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是 把這兩個來源 然後做上下調整 然後就確定我的視訊畫面 會不會被蓋到這樣子 然後單程式就會被蓋到這樣 這樣就是一個我的畫面 好 然後 然後因為 我把我的素材庫拉下來 我相信大家應該可以舉一反三 可能大家在下面已經開始 已經在自己曠了一些很多很起很不一樣的來源 這樣子 好 所以剛才 你可以像這樣子這樣子調 這樣子調它的位置這樣 但有時候你可能希望它 就直接在正中央 好比說你希望這個畫面 這個祭祀本的畫面 直接在正中央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在 這個兩個地方都可以啦 你直接在畫布上點這個東西 然後按它的右鍵 然後選擇變形 OK喔 希望不會太 衝得太快 就選擇變形 那這邊就有很多它的一些 很快速的選項 我希望它水平自中 然後或者是 我希望它 再一次變形 我希望它 水平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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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變形 拉升到一定大小 通常我們會用這個啦 因為你希望就是這個畫面 然後它裡面都有 所以就是 縮放到螢幕大小 不改變比例 這樣子 它就會幫你直接 成到最剛好的狀態了 這樣子 這樣就是一個畫面 OK 然後我覺得這個畫面實在太乾燥了 所以我希望它有一些背景圖 再來一次 來源 就是OPS整個全部的設定 最重要就是來源的設定 那你就是在來源一樣 在右鍵新增 然後這次想要加一個 很漂亮的圖片 然後加圖片 然後加圖片 那確定之後 你就要找那個圖片的檔案給它 這樣子 然後剛剛已經有下載了 所以我就 在 直播基礎課素材庫 找圖片 然後我很喜歡這支 海龜的圖片 這樣就這樣去 然後它就不要把它蓋出 因為它其實就是最滿 所以你可以確定一下它的位置要在哪裡 這樣子 所以像這樣子的話 就是有一個很漂亮的背景圖 然後有一個圖片 然後有一個圖片 所以就是 這樣就有很多來源可以放了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再recap一下 我們剛剛就是用 呃 變形這件事情 就是調整它的位置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因為如果你可能是很在意它的正確的位置 就是很精細的位置的話 你就是可以 在點選之後 右鍵 變形 然後這邊有一個編輯變形設定 然後就是 這邊就是直接用數字去調它的位置 位置在哪裡 這樣子 然後它大小在哪裡 就是size 這樣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算一下說 呃 我這個畫布是19201080 然後我希望它在正中間 我是1 3分之1 然後就數學算一下 比例算一下 就把它放在正確的位置上 看會不會跑掉 這樣子 但是通常 大家都是直接使用 拉升到螢幕大小 然後或者自己 拉一個字幕畫面 是大概這個大小 就是用手動調就可以 很快 OK 好 我們再繼續往下 好 一樣 到這邊有問題了 請舉個手 你們主角可以來幫忙 這樣子 所以剛剛其實講到的東西 就是不外乎這幾個 第一個 來源 然後第二個 來源可以做調整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一種調整 是屬性上面的調整 然後一種調整 是它的位置的調整 變形 好 那接下來還有一種調整 叫做濾鏡 那就是 這個我覺得你們可能 比較熟悉一點 可能大家都會用IG 然後IG有很多濾鏡可以使用 那這個濾鏡就跟這個濾鏡 這邊講的濾鏡是同樣的東西 就好比說 我剛剛是在這個圖片上面 我再來一次 我剛剛是在這個圖片上面 右鍵 然後選濾鏡 然後這邊就是有一個 它的濾鏡 然後就可以加我想要的濾鏡 這樣子 OK 所以 我這邊再整理一下 我的畫面好了 我不希望 我現在這個 視窗我不想用了 然後 我把我這個畫面 把我的視訊畫面 透過變形 說放到螢幕大小 但不改變比例 然後下面有一張圖片 這樣子 或者是我這樣調 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可以用一個濾鏡 然後我這邊就直接加 我們現在手上都有一張 綠色的小卡 好 好 我直接加濾鏡 然後 在濾鏡這邊的時候 在視訊擷取裝置這邊的濾鏡 有個特效濾鏡 就可以在這邊加特效濾鏡 然後我這邊先講 我教材這邊先講的是 剪裁跟填充 那你加進去之後 序號名字 它就會給你這個上下左右的選項 然後你就可以仔細看一下 我這邊 我希望上面 因為我現在這個人的畫面 其實是 你可以看到我上面這邊是有很多空白的 然後我不希望它有太多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子 我這邊上面寫五半 然後我就把上面拆掉了 這樣子 對就是拆一下我的 然後我覺得我這邊右側 我這邊畫面太多了 我就是再拆一下 這樣子 這樣就OK了 然後關 然後我就設定好了這樣 所以就變成說 除了你可以從來源那邊去調整 從屬性那邊去調整它的解析度 這個視訊鏡頭的解析度 我也可以抓好那個解析度之後 自己再踩上下左右 要多少 這樣子 這是一種濾鏡 然後接下來 再加另外一個濾鏡 然後這濾鏡就會用到我們剛剛發給你的小卡 加濾鏡 然後 然後 這個名字我每次都有點搞錯 叫做色度鍵 然後 其實它英文比較好記 叫Chroma Key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再講清楚 我們等一下會有很多機會再講這個東西 但是不論如何 我們就先加這個東西 叫色度鍵 然後加進去 然後就加進去 然後看起來沒什麼差別 然後又有很多很奇怪的選項 好先不用這樣 然後但是 我現在就拿出我的小卡了 然後我就這樣 去看 你有沒有發現 我的卡是什麼顏色 是綠色 但是在 視訊畫面上變什麼 變黑色的對不對 好 那 那到底這個黑色有什麼用呢 我們把它關閉起來 然後這樣 你有沒有看到我 背景的海龜 就露出來了 我找一下它的 烏龜的頭在 欸 到底烏龜的頭在哪裡 看 找不到 欸 到底是在哪裡啊 它下面一個才是烏龜的頭 好 在這邊 好 就找到烏龜的頭了 這還蠻無聊的 就是可以聊 然後我今天本來有帶一張很大的綠布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這張卡片 它是在我的後面 然後 它很大一片 綠片 很大一片綠色的 然後我剛剛加那個色度鍵之後 就會變怎麼樣 我就會變成我的直播視訊 就是在 我就在海底裡面直播 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我就在海底裡面直播 這樣子 OK 所以 哇有點尷尬 不過我就 我就這樣手拿著好了 就知道我現在有在用那個 色度鍵這樣子 OK 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就是已經設定好 剛才有跟大家講說 如果你希望有一個線上會議 然後你不希望你家裡面的白色 我不希望我的黑板被看到 我後面可能收藏了整套 我覺得很油很窄的版話 但是不想被人家知道 然後我就可能後面架個綠布 然後就用chroma key 就用色度鍵然後把它遮住 然後就變在前面了這樣子 OK 那但是我還是要把畫面給丟出去 然後我這邊就有個選項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成功 等一下 看一下會成功 就是你在你的這個OBS整個的 右下角 有一個叫做控制項 這邊有很多什麼 開始串流開始錄製 然後有一個叫做啟動虛擬相機 然後就把啟動虛擬相機按下去 它就一直開著 好我們來看一下 咦我這邊都還沒有介紹這個 我有點跳的這個 好 所以我就直接去視訊會議 然後我們這邊 我們GTV很常使用的視訊會議 叫做meet.gz 好 我先示範給大家看 等一下可以大家就直接在上面試試看 這樣 然後gz就是一個 完全一個頁面 然後你頁面就直接在這邊打 你要的房間名稱 然後就直接開始一個meeting了這樣子 然後開始meeting的時候 就是說你要分享的攝影機是哪一個 然後你的麥克風是哪一個 這樣子 好那就是先允許它 然後可能就會抓到了這樣 那目前沒有抓到 然後我記得我這一台的話 好像有抓那個 有有抓 好 等我一下下喔 所以就是 因為剛剛那個啟動虛擬相機的按鍵 可能會有點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 就是 裝另外一個來試試看 然後在這邊啟動它 然後我就去 oh no 好像沒有 設定 好 照理來說就是說 它會變成一個 它會變成另外一個相機 然後那個相機就是直接放這個畫面的畫面這樣子 但是我這邊失敗了 然後我想一下 好 好 那我這邊先 我想一下 我看一下要不要用 好 你說Facebook串流 可以啊 好 所以這邊就已經可以有很多東西可以使用了 然後我們就 有人有問題嗎 欸對啊 你們試那個虛擬相機 然後可以在直播上 然後我就直接給那個網址好了 叫做meeting 前面的操作包括剛剛的濾鏡啊 的縮放啊 這些的 有碰到問題嗎 如果遇到任何問題 就舉手 那我就會過去幫忙 OK 剛剛那個網址就是這個 meet.jit.si 然後後面其實是日文 就叫gz 這樣子 OK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測試你的視訊狀視有沒有問題 好 好吧 我們就再recap一下剛才我們做了哪些事情 就是我們剛才在 我們剛剛有操作變形 然後還有操作這個叫做濾鏡的功能 然後剛剛濾鏡功能就講了兩個 一個叫做 剪裁 然後一個叫做 色度鍵 然後 如果你覺得你顏色有點怪的話 其實就跟那個ig上面那個濾鏡也一樣 我再來做一次 我覺得我的顏色有點不夠紅潤 然後我就再視訊優件 然後濾鏡 然後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再加一個濾鏡 然後這個濾鏡我把它叫做 色彩校正 那色彩校正的話 就有一些很基本的調整 一個叫做 對比 一個叫亮度 然後就對比調重一點這樣子 淡一點重一點 就對比想要強一點這樣子 然後亮度希望亮一點這樣子 這看起來好像就在可抱旁邊一樣 超級亮 好 所以就是 剛剛的濾鏡就可以調整這些東西這樣子 好 那我們想一下還有什麼呢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再講一下更多的 因為剛剛其實是講幾個簡單來源 一個圖片來源 一個視訊解取裝置來源 好 然後 再看一下 所以這張卡還在 好 那我們可以來講一下一些比較特別 如果你想要放影片的話 那我也可以就是 就是加一個媒體來源 然後按確定 然後就直接 就是在這邊要去 照那個檔案加進去這樣 然後我剛剛是放在這邊 直播素材課 然後 VDO 然後我很喜歡海龜 所以我就 放一個海龜 可以在上面播這樣子 然後 我希望我的人要出現 然後我就這樣 這樣有點high 就是 人在海底面做簡報這樣子 好 我想一下 我剛剛還有看到一個有趣的素材 我再把它加進來 叫做 一樣加媒體來源 哦 Ninja Smoke 好 所以剛剛那個有點失敗 我把它加這個進來 所以好吧我先拔一些整理一下 然後 然後我剛剛 有點太多濾鏡了 我先把濾鏡都拿掉 然後 這個size又不太對勁了 再把它變齊 縮放到螢幕大小 不便利 然後我剛剛想說 要加一個影片 那如果你當然有下載的話 影片來源 加進去 然後 然後 有一個叫做Ninja Smoke 忍者煙霧 這樣子 然後點進去 然後按確定 然後你現在可以看到 它就是一個很短的畫面 然後這樣 突然碰出來 好 再來一次 然後我現在把它 調整它的大小 變得跟我的畫面一樣大 然後 如果你選擇 這個裝置的 這個媒體來源的話 你就可以看到這個地方 有可以播放的那個 暫停 直行重播間 然後再播一次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Smoke 對不對 然後你現在 有沒有人猜錯 我現在要幹什麼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 我要幹什麼 因為它除了Smoke之外 其他都是綠色的 然後我希望那些綠色都不要 那我就是在濾鏡 再加那個Filter 叫什麼Filter Chroma Key 加 色度鍵 確定 然後就是那個綠色 然後就加 然後再看一次 然後就是 就是我前面就會有一樣這樣 所以如果我有一天跟我的教授 做視訊會議 然後我結束就跟教授說拜拜 然後就說欸 教授拜拜 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我就忍著了結音 然後就直接躲下去這樣 這聽起來有點白癡 但是 我們來看一下 我好像放在 場景操作的地方 欸 我放在哪裡啊 我在這邊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YouTube影片 然後我不知道 然後 你可以看到那個人 就直接解了一個音 然後就有一個煙霧噴出來 然後就不見了這樣子 那 其實這個就是用那個 綠幕啦 就是剛剛講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東西 綠幕效果 然後你就是在 就是在你的畫 你的視訊畫面前面 點一個動畫 然後那個動畫的 以外的其他地方 全部都綠幕這樣 所以就造成剛剛那個效果這樣子 OK 好 所以 我們來回顧一下 基本操作的一些 所以剛剛 你的來源 就加了很多個來源了這樣子 好 好 就繼續再講 剛剛講很多來源 然後我們再講一個 新的來源 叫做投影片放映 那投影片放映的話 就是指說 所謂投影片放映就是 圖片輪播啦 所以剛才我素材裡面加的 很多個圖片 然後我就假設我就全部播 然後它就會變成 全部在輪播這樣子 說光臟有這樣 然後這邊有點不太清楚 它速度有點慢啊 所以我就是在屬性這個地方 再去調整 我每個圖片大概 半秒 就一直在換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就是圖片輪播這樣 然後影片也有可以 影片輪播 影片輪播的話就是 影片輪播的話就是 VLC 以視訊來源 然後也是加進去的時候 它裡面的設定 就跟剛才一樣 可以圖片輪播這樣子 所以這樣就很多個可以使用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抓到很多 那 通常你不會用到這麼多啦 但是你會用到的可能就是 抓你的視訊裝置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聲音 所以一樣 新增來源 有一個叫做 擷取音訊輸入 它旁邊的那個 icon 是那個 麥克風的 icon 那你點進去的時候 確定 然後這邊就是要去抓那個裝置 然後去找一下你的裝置的信號 像我這邊的話就是 邏輯的 邏輯的那個webcam 這樣所以我去抓它 然後按確定這樣子 然後你就可以在畫面的中間的下方 OBS的畫面 音效 音效 音器上面看得到 我這個音效一直在 一直在跳來跳去 有看到嗎 那這樣子的話 就代表你的聲音又被抓進去 然後你們現在的webcam 應該基本上上面都有麥克風啦 所以就是再重複抓一次 那個webcam的麥克風 然後這樣就有麥克風進來了這樣 這樣就可以開始串流了 然後 所以基本上 我來準備一下我的畫面好了 我就是整理一下我的畫面 因為一些東西不要用 投影片放音我不要了 然後 媒體來源我 看一下 媒體來源是什麼呢 我媒體來源剛剛是那個忍者的那個 好 然後我就是把我的畫面弄小一點點 放在中間 新增 然後我想要放一個很 悠哉的影片畫面 然後在裡面放的是 蔬菜庫 Videos 那是銀河這一個 好像這樣子 OK 然後我想要把它直播出去了 我這邊可能已經畫面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要直播出去了 那 其實我剛好這邊有之前的直播 之前的臨時小學校的直播 所以 我就用這邊的開始好了 然後通常直播的話會有一些 開場的場次這樣 好那我是先用這個好了 就是先用這個 然後我現在要直播了 然後 大家知道哪些直播平台嗎 一個是YouTube 然後再來就是Facebook這樣 那我們今天就會用Facebook來直播 這樣子 然後 我會被你朋友看到 所以不要緊張 這樣子 我會有一個直線粉的直播 這樣 所以就可以看到我的Facebook 請不要加我好友 好 然後 突然間還跑 自己個子跑出去 好 然後 所以如果你想要在Facebook上面直播 的話 就是到你Facebook的頁面 然後按直播視訊 然後直播視訊的時候 就會到 這個畫面 就是如果你想要直播 你OBS畫面準備好 然後你想要去 你要直播那個平台 去設定這樣子 然後 其實整個OBS跟平台最重要 我們要拿到一個叫做直播金要 這個東西 這樣子 所以這邊是使用串流金要 然後 首先先選一下你的那個 就是這邊可以選 就是在發布的這邊 有一個直線本人 所以你等一下會發一個貼文 就只有你自己看得到 你就不會不用擔心對你的人 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真的是個子直接流出來 就是我的直播金要直接發現 就是要跟大家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等他們再給他們登錄一下Facebook 哦對 你們還沒有登錄Facebook對不對 沒關係 你們就可以先登錄一下 好 那我在這邊 你們一邊登錄的過程中 我一邊就先 recap一下我這邊 去教的東西 所以我們剛剛還在基本操作這邊 然後基本操作這邊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玩了很多輪 來源有哪些來源 有一種來源就是視訊擷取狀子 就是你的 鏡頭 然後圖片你可以直接加單一個圖片 然後投影片放映的話 就是很多個圖片輪播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自己調的速度之類的 然後媒體來源的話 就加入單一個影片 然後如果是VLC視訊來源的話 就是加入多個影片輪播 然後你可能不知道什麼是VLC VLC其實是一個播放軟體這樣子 就是如果你們自己私底下有收藏很多個 盜版下載的Netflix影片 然後你要播個格式一大堆亂亂的話 基本上你可以去找這個程式 然後這程式也是開放原池 然後也是免費 叫做VLC 然後就是查VLC 然後就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 這個叫什麼啊 交通磚嗎 你有看到那個 反正可以下載可以使用 然後它的icon是一個交通磚這樣子 交通錐 三角錐 三角錐 不好意思 都沒在開車 三角錐 然後你可以使用看看 反正就是 但是這個世界上很多個好用的軟體 然後它都是open source的這樣子 然後open source的話 基本上可以保證說沒有什麼太多病毒的困擾 然後也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然後如果你是一個工程師的話 你可以自己改它裡面的效果這樣子 所以都很推薦大家使用 然後我趕快再回來到前面講的 所以VLC資訊欄就是指說加入多個影片輪播 然後剛剛視窗截取的話 我剛剛很前面跟大家分享 視窗截取什麼 那個 那個 我的祭司本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想要直播遊戲的話 就是直播你遊戲的那個視窗這樣子 好文字 文字的話可能剛剛沒有講 不過其實我在 就是 有一時候 你可能想要 像這個畫面的話 你可以教人猜測這個現在是什麼狀態 右上角搜播 謝謝收看這樣子 所以就是有一個靜態的圖片 然後搜播 通常直播的時候的 最前跟最後都有一個這種畫面 這樣 最前就是直播即將開始 然後後面會有一個 謝謝收看這樣子 好 所以剛剛就是文字 然後 截取音訊輸入 就是麥克風的聲音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直播遊戲 那你直播遊戲 電腦的聲音也要很大進去 可是那電腦的聲音 不是麥克風的聲音 所以你要換另外一個輸出音訊 那個音訊叫做截取音訊輸出 然後就是直接電腦的聲音這樣 然後剛剛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 音效語言器上面 如果聲音確定有進去的話 你應該可以看到它上面有在動 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一大堆來源 那 接下來就是在來源的左邊的這個叫場景 場景的話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這邊前面其實前面就有之前的直播 之前的直播就是我這邊上面寫的叫做直播開場 所以第一個畫面就是一個鏡頭 靜態畫面 然後開場 然後這邊就會抓鏡頭 所以我這邊就把我的鏡頭抓過去 這邊寫鏡頭 然後去抓那個鏡頭 然後這個活動 它上面右上角這邊有寫 左上角這邊有寫 現在是什麼時間 然後這邊有一個麥克風 我把它加進去 屬性 麥克風跑掉了 我再去屬性找一次 找到那個webcam的麥克風 按確定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下面那個 現在就開始跳一跳去 就代表聲音有進去了 然後提案之類的 成果報告 然後過場結束 所以這邊剛剛講的 最左邊這個有場景 然後你可以在右邊按新增 新增場景 然後就可以設定很多個場景 這樣子 然後好 那我們就先趕快去回到 希望相信大家剛剛都已經 Facebook都登進去了 然後我就再重來講一次 就是你到你的首頁這邊 然後按直播視訊 你就可以發文這邊 下面有很多個選項 通常是發照片 或者是感受活動 那你有一個叫做直播視訊 點進去之後 就可以看到它的後台 助教在嗎? 我們那個幾點下 可有點忘記了 是不是快 第一個小時 好 直接點到 蛤? 你就把這個講 好 那我就把這個講完 就是第一堂課結束 然後這邊選 第一期開始選串流金鑰 然後這邊選 直線本人 然後你在下面的時候 就會找到這串金鑰 然後這串金鑰 記得不要給別人加 因為別人知道的話 就可以透過你這邊來 直播出去 這個是秘密的 然後你 這邊可以直接複製 按複製之後 檔案 設定 不好意思 我再簡單講 回到OBS 然後你在OBS的檔案 設定這邊 然後設定這邊的 右邊這邊有很多個選項 左邊 左邊有很多個選項 有一個是串流 那串流這邊就可以選它的服務 這邊有 YouTube Twitch Facebook Twitter 然後我們就選Facebook 因為我們在Facebook直播 那伺服器通常都不用再特定的去改變這樣 那這邊就是直播金鑰 然後就把直播金鑰貼上去套用 確定 這樣我就設定好了 然後我按 控制項 最右邊控制項 開始串流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按開始串流的話 你的OBS畫面的右下角 應該會跟你講說 現在CPU的Loading是多少 然後每張大概有多少 FPS多少 然後網路的速度大概多快 這樣子 然後如果開始有在跑的話 你就可以回去你這邊後台看一下 就可以看得到其實我這邊已經在直播了 這樣子 但是這邊還注意就是 呃 這邊只是跟你講說 Facebook有抓到你的訊號了 這樣子 那如果你真正要直播出去的時候 就是在按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 Facebook後台這邊有一個 左下角有一個 開始直播 然後按下去 然後 然後 標題 標題嗎 好像不見他可以選甜吧 你就不要標題啊 那希望是只先本人 然後開始直播 然後這個大家不一定要按 就是 基本上你在這邊就已經知道 畫面已經有抓到了 這樣 然後這邊選開始直播 然後這個就 已經開始在直播了這樣 所以就是 畫面已經on error出去了 這樣子 然後現在就在直播一個 在旋轉的畫面 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節課就寫到這邊 那是 幾點 下課的時間 所以就是 我們在休息十分鐘 所以就是我們在休息十分鐘 二十分鐘下課到三十 喔二十分鐘下課到 那不然還有我們還有六分鐘的時間 好 OK好 謝謝 好 大家到這邊還有問題嗎 好 大家到這邊還有問題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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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我們 我們剛剛這節課講的就是 來源 然後來源的各種設定 然後還有綠幕 我們剛剛有講綠幕這件事情 然後場景 就是 你可以設定很多的場景 幫自己做騎乘轉合 通常其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你可能有一些簡報 然後要分享 這樣子 起乘轉合 然後最後我們還有分享說 要怎麼樣去把 那個串流金要掛在你OBS上面 然後OBS按直播串流出去這樣 那其實有時候 你也不一定是要用OBS做直播 你有時候可以說 用OBS做錄影 然後你可以剛剛看到 剛剛跟著控制向 開始串流 下面還有一個叫做開始的名字 然後如果你按這個的話 他就會錄影片到你的本機上 到你的電腦上面這樣 然後如果你要找他的位置在哪裡的話 就是設定 然後的輸出 然後錄影 這邊 你就可以知道他其實是錄在 像我這邊的話是寫 C槽User 那個Josong Lab Top 然後的Video是下面這樣 所以如果錄的話 大概就會跑到這邊去這樣 好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的話 衝衝衝繼續下去 常用的設備 好所以我們剛才 通常我們從外面接的畫面來源 就是自己的視訊 但是 其實還有一種很常接的畫面 就是其他人的電腦的畫面 這樣子 就是 我這台電腦畫面 是一個叫做導播電腦 他就是專門在跑OBS 然後可能有別人的電腦 他想要上台來做簡報 然後我要把他的畫面 接到我的電腦裡面來 因為那不然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用視訊鏡頭去拍投影機 可是那畫面已經超爛的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為了要畫面很漂亮的話 你就會想要接一個 接一個 截取卡 就是要去截取別人電腦的畫面 這樣子 OK 那我們現在就實際來 裝一個 我們裝完大概就差不多下課了 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示範到你 沒有啦 就現在 休息到這十分 然後我們再開講 喔 那我們現在可以 就趁你們大家休息的時候 我裝一下的設備 好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大家可以去上個廁所 然後 我們是不是有吃的東西啊 吃的東西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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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 我不好沒有 欸這還沒裝 還沒 好我們先休息 然後如果你等一下看到吃的話 過來去試試試看 OK 好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二十五分鐘 然後上回來了 其實這邊就已經看到 他直播成長的東西 只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直播出去的話 就是他應該是 什麼 然後他這個整個介面 跟粉絲專頁之類的 是一模一樣 所以 就是有一些 Facebook的 Screamer 就是 一模一樣的操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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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堂課應該是OBS,剩下的部分講完 然後接下來 OBS這個地方剩下的就是硬體 然後他們接下來要講硬體 那我就直接講 對啊,就是講硬體 然後我簡報 我簡報 等一下一開始就是你講硬服 然後我簡報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直接錄一個Podcast 好,我們等一下試試看 我們等一下25分開始 然後我今天有一個想要邀請大家 一起來錄一集Podcast 所以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在後面那個地方 比較空地的地方 我們會圍成一圈 然後我等一下 我今天有帶一個比較好的麥克風 然後大家就會圍著他這台麥克風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閒聊幾連幕這樣子 然後我會丟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先要錄一集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不...就是 這也要蠻注意的 就是你所有的直播畫面 所以通常你要經過人家同意 播出去 或是版權任何這些問題 所以我等一下也會順便問大家 有沒有不希望自己的聲音加入什麼之類的這樣 你覺得自己的製作權很重要 什麼都可以跟我講這樣子 然後我等一下再稍微跟大家詳細講一下 我們等一下錄Podcast 到底要錄什麼 這樣子喔 好,就先這樣子 好,那我們先...我們休息到... 其實我覺得就到30分 就跟大家一樣 我們休息到30分 然後就是外面有飲料 還有...餅乾 餅乾、糖果之類的 就大家可以休息一下 然後教室內不能吃東西 對,就在外面可以跟大家認識一下 好 太陽嗎 太陽嗎 前面開一盤 請問問,那個游哲偉跟楊聖翔是嗎? 不是耶,哲偉跟哲偉,可以看一下名字嗎? 游哲偉是這一間的,然後楊聖翔,翔聖,翔聖好像是在樓下ColeFace 對,是講師,好,謝謝,謝謝 沒有沒有,他是要找人,然後他是給我們簽那個,鄰居的那個 可惡也好,我也是這樣 是不是? draining 時間過久了,比想要多快點 其實節奏,你時間到來嗎? 你中間一直不停 一直在趕車,是不是? 對不起 不是啊,我覺得該帶到後面 不過你轉場當中的見過 好,我覺得你有沒有 去探訓一下 好,現在是跟腳步來修復 那兩位就直接我開始 可以啊,可以啊 直接我開始 那好,我講完,再來可以 好啊,謝謝 謝謝 去檢查一下 所有 所有 好啊 對啊,這樣滿重要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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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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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的大家一個介紹 那我就一個一個來講 好 那... 大家有找我共理嗎? 有有 有有喔 對喔 好 那首先第一個就是 在直播視訊的時候 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就是包括你今天你想要截取的來源 如果不是 像我們剛剛 因為我們就是發給大家那個 視訊鏡頭是直接插USB的 所以要插USB 電腦就直接點電腦沒電 好 你先講 因為像這種視訊鏡頭啊 它是直接插USB的 所以 電腦軟體可以直接 只要有裝好驅動程式 電腦軟體就可以讀到它 但是 很多其他的視訊來源 包括像我今天想要截 Switch 我今天想要截PS4的遊戲畫面 或是我今天想要截另外一台相機 或是後面那台錄影機的視訊畫面的話 那通常它目前主流的影像的傳輸介面是HDMI 或者是比較專業在用可能會用SDI這樣子 那就是不同的視訊接口 那我相信HDMI大家應該多多少少都 HDMI大家應該多多少少都有停過這樣 好 回來了 好 那 那 OK 所以畫面上的那一顆 畫面上的這一顆 我現在手上的這一顆 銀色的這一顆 這顆是原剛出的 他沒有贊助我們 只是因為這顆很好用 所以我們通常講課會拿他來講 這顆也不貴 現在買應該兩千多啦 為什麼會選這顆 是因為 是因為他不需要驅動程式 所以他可以在所有作業系統 包括Mac啊 Windows啊 Linux 甚至他接手機都一通 因為他是Type-C的接口 這樣子 那他作用是什麼 就是這種擷取卡的作用是什麼 他就是把 這顆是接HDMI的 他就是把HDMI的影像訊號 轉成USB的 就是轉成USB的訊號 然後你就可以插到你電腦上面 然後他就可以當作一個視訊來源 就像我們剛剛我們不是會拉那個 視訊擷取來源 不是拉 什麼Livestream 就是那個視訊鏡頭 那 他一樣就是把它當 他其實就是當作一顆 視訊鏡頭來接 所以這邊可以直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這邊視訊擷取裝置就放了 Evermedia 然後Extreme Cap 就是這一顆啦 UVC 就是這一顆 然後他現在寫No Signal 因為我現在沒查東西 那假設我今天把 比如說 這邊有一台平板電腦 有一台iPad 然後我把它查上來 好我現在就接到iPad畫面 這個是iPad啊 然後現在正在播 Clubhouse 對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今天 比如說 有一些實況主 或是你今天自己 你想要把你的 比如說你的手機啊 如果你的手機有支援 影像輸出 如果你是iPhone 或iPad的話 就一定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Android的就 有一些有支援 有一些沒有支援 那你可能就要稍微查一下你的 你手上的裝置有沒有支援 就是 影像的輸出這樣子 那比如說像我手機就沒有 我手機是Sony的Experience 就沒有支援 那 他就可以像這樣子 就是 接到一個截取卡 然後截取卡作為一個視訊來源 然後 放進 再用OBS把它截進去這樣子 所以如果搭配剛剛學到一些東西 就可以把我自己的 實況主要放在旁邊 然後搭配一個iPad 這樣就可以直播了 好 好 那 接取卡有人有什麼問題嗎 就是 好奇 比如說他的資源啊 或是什麼的 之類的 有嗎 有人對接取卡有問題嗎 然後呢 這邊 這邊講個 就是我們這幾天 我們朋友之間得出的共識就是 原剛的截取卡真的很好 但是他的股票不太好 因為他最近一直在跌 這樣 好 當然沒說了 好 超人 請先 好 接下來就是 第二個東西很重要 是麥克風 因為 你在 你如果要直播的話 你一定要說話 直播不說話 也是有啦 但是 大部分的直播 都是要說話的 所以 怎麼打 大部分直播都是要說話 所以 在直播的畫面上面 在直播的那個setting裡面 就一定 會有一支麥克風拿來收音 那你們剛剛收音的是什麼 你們剛剛收音用的是 那個視訊鏡頭 它其實視訊鏡頭內建有麥克風 那他的麥克風品質 當然就是普普通通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 非常好的 聲音品質的話 那 就是可以去買 額外的麥克風 那比如說像 Tample這支 Tample 直播的時候 擺在旁邊 就是這支 HyperX的麥克風 然後HyperX也沒有站住我們 然後這支真的很貴 但是他的音訊品質是真的很好 就是他的聲音品質是真的就是 很好這樣子 那麥克風的部分的話 主要有分兩種 大家應該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都是麥克風 可是我左手這顆 和我現在拿在 我現在講話用這顆 就是長的差非常多 就是整個 看起來構造就不一樣 那是因為 麥克風的原理 其實不只這兩種 但就是常用的就是 一種是電容式的麥克風 一種是動圈式的麥克風 那這兩種他在拿 就是 電容式的麥克風 因為他用的是 電容 用的是電子的原理 去感應聲音 所以他非常靈敏 就是細微的聲音 他都收了進去 所以如果今天你是要 比如說 你可能是想要收 你自己彈吉他的聲音 那樣之類的 幹嘛的 或是樂器的聲音 或是 你想要收很清楚的 唱歌講話的聲音 然後你所在的環境是一個 周遭 雜音比較沒有那麼明顯的一個環境的話 電容式麥克風 就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他的品質 一定比動圈式好 那動圈式麥克風 就是像我現在手上握的這一支 他的好處是什麼 他好處是 因為他用的原理是 磁鐵 就是他是 他是用線圈和磁鐵震動來產生訊號 所以他本身不需要通點 就是 就是 電容式麥克風 一定要 因為他是電子零件 所以他一定要有電 他才有辦法收聲音 但 動圈式不用 這樣子 那動圈式麥克風 另外一個好處 就是他對於 他對於聲音的敏感度也比較低 所以你看我現在把麥克風拉遠一點 你沒聲音 在這個距離就已經沒聲音了 這樣子 現在這樣有聲音 這個距離就已經沒聲音了 但如果是一個電容式麥克風 我現在沒有辦法試阿 但就是 就是 比如說你剛才發現OBS他上面 他不是會跳那個 就是他不是會跳那個聲音條 然後 欸 你這鏡頭沒聲音阿 我把它關掉 你把它打開 你說這一個嗎 對 對 沒有 他沒聲音 因為現在裡面就沒聲音了 喔 你是接 我想一下 有個麥克風 筆電的聲音 好 對不起 剛剛那個叫回溯 就是因為他播出來的聲音 然後又被麥克風收回去 你有開監聽嗎 對 我有開監聽 我先把監聽關掉 好 好 再來一次 就是 現在這顆是 這顆 就是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擷取音訊輸入 剛剛我選的是這一個 這顆視訊鏡頭麥克風 那它裡面也是電容式麥克風 所以你們會發現 我這個先關掉 就是 我在這個位置講話 和我在這個位置講話 其實 其實它都是有收到的聲音 而且都還蠻明顯的收益 可是 動圈式就不是這回事 動圈式就我這樣講話 他這樣講話 就已經 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 所以 這就是 主要 主要 比較常用的兩種麥克風 電容式 動圈式 就是大家知道這樣就好 那 一般 一般 你 如果是自己在外面買 然後是要接電腦的麥克風的話 大部分都是電容式 那 麥克風的部分 因為 剛剛有提到一個點就是 就是 電容式的麥克風 它通常都要自己 它通常都要有額外供電 那動圈式不用 所以 換句話說 就是動圈式麥克風 通常 它的 就是它後面這個線出來 就直接是 音訊的線 就不是 不是 像 視訊鏡頭 或是像這一顆 它線接出來 是USB的線 那 USB的線 意思就是可以直接插進電腦 電腦就可以做收音 就是 OBS就把它拉它 那如果是用 動圈式麥克風的話 就沒辦法 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就會需要一台 額外的 額外的聲音介面 那 聲音介面 這顆是 Bearlinger的聲音介面 那這個東西 就稍微比較專業一點 就是 一般在家裡用 可能比較少會用到這個 但如果啊 如果你是想要 比如說 我想要做 自彈自唱的直播的話 你可能就會需要這個東西 因為 它可以插吉他 就是 就是電吉他 電幕啊 或是其他的電鋼琴之類的 都可以直接插它 然後另外一個洞 你就可以插 插麥克風 你這樣 你就可以有兩個 分開的音軌 一個是 樂器的聲音 然後一個是 麥克風的聲音 它基本上就是 它是一個小的Mixer功能 而且它 除了Mixer功能之外 它還 可以把聲音訊號 從 就是 我們這樣子的 類比聲音訊號 轉成 電腦可以讀的 數位訊號 所以這個是聲音介面的部分 那 因為聲音介面 牽扯到的東西很多 因為它 聲音 它 就是 它有數位處理 也有類比處理 然後 混音啊 什麼的 那是非常龐大的一塊的知識 所以在這邊 我們就不會太多著墨 然後 這邊有寫 就是 如果真的要 深入學習直播的話 聲音也建議 可以比較 後面來學 所以大概知道 怎麼用就好 那 除非你真的對音訊的希望很有興趣 那 你可以來問我 或是 就是 就是 那些東西 會 是蠻複雜 而且它是有在牽涉到 電子學的部分 這樣子 對 那 那在直播什麼時候 直播場合什麼時候會用到這個 就是剛剛除了講說 像剛剛就是 你如果自己就有兩鬼聲音 想要直播出去的時候 會用到之外 還有通常是 比如說像我們在活動直播現場 可能現場的講者有 五六支麥克風 就是會有請額外廠商來架聲音系統 有五六支麥克風 那在那個情況下 那個 聲音廠商那邊 它給出來的訊號 它一定不會給你USB頭 就是 不可能 它一定給你也是一般的音訊接頭 所以在這個時候 你就會需要一個 聲音介面 去把 聲音廠商那邊的 所Mix出來的 可能包括 電腦聲音 包括現場麥克風聲音 全部混音起來之後 整合在一起 然後 再 就是 藉由一個介面 然後再進到OBS 直播出去 那剛剛就有講到就是 把這些一堆 一大堆就是 那麼多的聲音 然後整合在一起 這件事情其實 在直播上面是很重要的 因為 因為 直播的時候 就是導播其實很忙 導播其實有很多很多事情要處理 所以最好是在 開始直播之前 就可以先把 要整合的東西 先整合好 然後放在一起 然後再直播出去 這樣子比較不會出差錯 那這邊就 這邊就稍微岔開來講一下 就是比較常見的 音訊相關的一些接頭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 大家一定都知道 那個 就是剛剛大家插耳機的時候 就看過了 這個就是 3.5mm 為什麼 3.5mm 是這個 它的指徑 指徑是3.5mm 3.5mm的接頭 這個是 基本上是最通用的 就是 所有的 小的裝置 就是 都是用 這樣子的接頭 那以前還有2.5mm 但2.5mm 現在應該 應該已經看不到 應該沒有人的手機 還是差2.5mm的耳機 應該沒有吧 現在應該是沒有 現在甚至很多手機 連3.5mm孔都沒有 對不對 這邊有人是新的iPhone 應該連這個孔都沒有 除了3.5mm之外 這邊還有一個 比3.5mm再大一號的 6.3mm 或是TRS 或是TRS 隨便 反正就是 它的指徑是6.3mm 所以它的尺寸就是比 3.5mm的線要再粗一點 長這樣 就是它比 它比3.5mm的線要再粗一點 那剛剛 剛剛這個 那個Audio Interface 那個聲音介面 上面的那兩個洞 就是可以直接插 可以直接插 6.3mm的線這樣 那 6.3mm的線和3.5mm的線 你們是不是覺得 它們是不是長得很像 就是 它們包括它們上面的接環啊 還有它們整個外觀的樣子 其實都長得很像 沒錯 它們兩條線 理論上是可以互相通的 就其實聲音它是一個 呃 類比的 大家知道類比和數位的概念嗎 有人咬頭號 類比 類比就是我們現在 所有的波啊 什麼的有的沒的 那種波 就是類比 那數位是什麼 數位就是只有0和1 它就是 要嘛就是force 要嘛就是true 所以 所以數位的訊號是 經過編碼的 就是它是 把一串這樣子 一個波的訊號 然後把它切成一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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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計算說 哦這格多高 這格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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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數字化 變成一個數位的訊號 那 呃 基本上所有聲音都是類比 就是原詞聲音一定是類比訊號 因為我們現在在講話 大自然就會類比 數位是人類創造版 所以 呃 理論上它的線是可以互相通的 但是 因為 大家看那個3.5mm頭那麼小 你們可以把耳機拔下來看一下 有人有興趣可以跟我拿一條線過去 你可以比一下把它粗細 就是 3.5mm因為它很細 所以 它 那個中間的新的線也很細 所以它理論上不能拉太長 它大概拉到 大概3公尺5公尺 就會開始出現 很明顯的雜訊這樣子 那相對的來說 6.3mm的線 它的線徑比較粗 然後它支援的 呃 支援的聲音的 就是電壓頻寬也比較高一點這樣子 好 所以除了3.5mm和6.3mm之外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 我不知道這個現在 現在家裡應該還看到 就是 就是像什麼DVD Player啊 DVD Player應該現在家裡還有 我覺得應該大家都沒有了 沒那麼扯吧 家裡還有DVD Player 還有啊 好好好 後面大部分都應該都還是HDMI接孔 然後 然後聲音大部分都還是走紅白 因為它是一個比較通用的一種 聲音的介面 但是它一樣它的線非常細 可是它因為它就是分兩條 然後就是立體聲 就是紅是 紅是右聲道白是左聲道這樣子 所以它就是已經分好立體聲的兩條線 所以通常這個也可以直接轉成上面看到的3.5mm 或者是6.3mm 那除了這個之外 大概剩下一個大家可能就比較沒有 比較少 欸 其實不會比較少看到 大家一定看過 因為我手上就有一個 我現在拔會蹦 然後 先關機吧 這個 是哪一個 這一個 最下面 下面有一個 這就是6.3的 欸 XLR 這個頭叫XLR 或者很多人叫它Canon頭 因為發明這種街頭人就叫Canon 所以它又叫Canon頭 那它基本上就是三個洞 對 三根針 那它所支援的線徑 它的電壓就是又可以到更高更廣 所以通常像那種 通常像我們就是 外面在拉聲音系統的時候 就是那個 比如說長片大 就算從我現在這個位置到這間教室尾 這個長度 其實對於 剛剛講的3.5和6.3來說都已經太長了 就是用3.5和6.3的線拉這個距離 就是一定會有雜音出現 那在這個情況下 就會選用XLR 因為XLR它所支援的訊號就是 就是它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接法 然後在那個情況下 它就可以很大幅度的抑制 就是長距離的雜音的情況 這樣子 所以剛剛講那麼多 就是 就是這類各類各種音訊接頭 你總不可能把這麼多的音訊接頭 全部插在你電腦上面 所以除了剛剛講到Audio Interface Audio Interface Audio Interface 是用來把聲音轉成 所以訊號丟進電腦裡面 那在 Audio Interface之前 就是在它的前面通常還會有一台Mixer 只是這個Mixer 通常就不是我們在處理的啦 通常就是會有 額外的聲音廠商 然後它會有很大一台Mixer 然後它就可以決定說 我今天 哪幾軌的音量要多少 然後 這些音量它Mix起來之後 再丟一條線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把那兩線 接在我們的聲音介面上 這樣子我們就獲得一個 就是 品質很好 然後聲音也都很好的一個訊號 然後可以直播出去 那 魂音器上面 就是它通常 它 這台已經算是很簡單 很舊型的魂音器了 就是 新型的很多數位魂音器 就是它其實有很複雜 非常多複雜的功能這樣子 那如果 對聲音很有興趣的人 可以 可以 可以買這台來玩 然後這台是 YAMAHA的AG03 那它是一台 結合了 魂音器 跟聲音介面 就是它長的 它是一台魂音器 但是它可以 就是 有USB孔可以出來 可以接電 這樣子 對 不過YAMAHA也沒有贊助我們 然後 這台也不便宜 這台大概 現在買大概六千多 好 那最後 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 包括今天講OBS 我們的 所有的導播介面 要切換音像 切換聲音 什麼的 全部都是在電腦軟體裡面執行 但是 有時候 譬如說光 我進來 就是我直播要用鏡頭 可能就三十顆 那 我不可能 每一個直播鏡頭都接一個截取卡 然後插在我電腦上面 那我電腦上可能會插十幾個USB孔 那就不可能 所以 有一個東西叫導播機 就是 這台是迷你導播機 就是 Atmini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在做的事情就是 他可以直接用按鍵的方式 就是他可以直接用按鍵的方式去切換 就是 那個 接進去的影像 那這一台 證明你就是 他是可以插四個HDMI孔 所以我覺得最多我可以接十台相機在它上面 然後我只要按按鈕 我就可以切換說 我今天輸出的 輸出的影像訊號是要哪一台 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就大家知道就好 因為 因為這個就比較專業 就是一般加以不會用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剛剛 剛剛講到的綠幕 那 好 那 好 那我這邊就繼續把綠幕講下去 然後 很抱歉今天就是剛剛我們帶的那張紙 就沒有帶來 就是如果你要的話 就在你的牆壁後面貼一個綠幕 像這樣子 然後 你就用剛剛那個色彩 色度鍵 然後就可以做出 像這樣的話 就像在白宮裡面的感覺 這樣子 那 我可以稍微提一下 就是在工業上面 其實用綠幕這個功能 費用了非常多 那剛剛這個影片看過嘛 就大概變成忍者跑出去 這樣子 然後 欸 所以這一頁就沒了耶 好那我們就直接回到 下一個章節 叫做場景實際應用 那 這是 Podcast 那 剛才已經有很多介紹了 那我這邊就講那個綠幕的部分 那綠幕的部分的話 呃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影片 我這邊直接講故事喔 就是這個電影的故事 就是她爸爸心臟病發作 然後那小女孩很緊張 她就去藥櫃把她拿她的藥管 然後可以看到這邊變慢動作 所以現在情緒很緊張 因為她趕快搶到那個時間 可是時間又變慢了 然後她很緊張地去開她的 然後大家再看一次 你這邊看到的時候 應該會有一個奇怪的影片吧 請問我的相機擺在哪裡 我們在可能在前面一點 她很緊張的 我們在前面的時候都看到她 很緊張的 就會覺得這個鏡頭就是有一個人 然後拿著鏡頭一直往後面 這樣子拍著拍著拍 然後她如果要去拿藥片的話 我應該要整個人轉過來去拍她 然後背對她去拍她 可是她透過那個鏡子去轉換她 那請問攝影機 攝影師在哪裡 那其實這個是用綠木做的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查一下這個綠木怎麼做 然後這部電影也不錯 這部電影叫接觸未來 就是在講說我們第一次 如果遇到外情人的時候 應該要怎麼辦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個橋段 可以回去看一下 好 那所以綠木的功能實在是很多 那有一部電影叫做魔戒 還有三部系列的 那她除了用綠木之外 她還有用了一些那個視覺差 因為那個魔戒裡面有 魔戒裡面有那個哈比人 那哈比人她的size都比較小一點 所以她會把那個size比較小的人 放在鏡頭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甘道夫是一個成年人的樣子 所以就比較大就可以正常在前面一點 然後就看起來像一個很大的人 跟一個小的人聊天 那這個其實綠木其實非常好用 那她同時也讓演員很崩潰 因為演員 就是如果像哈比人的演員的話 他就是一個前一個後 然後那個甘道夫其實是眼睛在跟空氣對話 然後哈比人在跟空氣對話 然後剛好平面起來 然後在鏡頭上看起來兩個人在對話 可是那個甘道夫的演員 就曾經很崩潰就哭出來 因為他就從來都沒有這樣子演過 對 所以綠木的話很方便 那之前聽說很流行那個什麼 羅馬競技場對決 反正我很閒的那個 然後如果你也可以後面加個綠木 然後是個羅馬 然後前面兩個人就拿個寶特瓶在那裡 這樣也是賣 就變成你們的一個活動 那最後再講一下 那綠木用了很多 所以後來現在有一個 現在有一個新的美劇叫做曼達洛人 他是一個Star Wars的一個美劇 那他們就很誇張 他們是用了一個LED 他們架了一個LED的環形劇場螢幕這樣 然後就直接在假裝在這個裡面去做表演這樣 然後他們甚至有一個調色盤 可以直接很快速的調色這個LED的螢幕這樣 但是這個很貴 然後很容易受傷 因為如果你有一些打鬥畫面 然後東西飛出來 然後撞到有一點點 VD就炸掉了這樣 所以這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綠木很多 然後我知道 我前一天都聽說那個台南旅宗 就是有一個綠木的直播廠 就是你們好像有一個綠木的攝影棚的樣子 所以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去玩綠木這樣子 我聽說啦 但是我不知道 有人可以幫我證實嗎 有這個東西嗎 搖頭不清楚 我就聽你們那個學姐講的 所以你們可以試試看找看看這樣子 好所以 我這邊就直接講一下那個 這個section叫做場景實際應用 我們剛剛有講到直播畫面 直播畫面是一個非常常見的直播形式 所以你可以就是一個大一個小 然後這樣直接使用 然後我們剛剛還有用到那個綠木 然後你也可以用綠木 然後做客製化鏡頭這樣 當有時候你去直播 你去online meeting的時候 你就可以幫你自己換到不同的場景 然後剛剛講到綠木 然後接下來講一下 通常我們在用OPS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做法就是 好比如說我現在就是一個在做簡報的人 然後上來簡報 可是我這邊就會看到很多不相干的事情 我在簡報的時候我就會看到 如果我這邊桌面有很多自己收藏的迷因圖片的話 然後就可能被台商人看到就很尷尬 或者是通常你是用蘋果 然後蘋果的logo會在那邊 然後Microsoft的logo會在那邊 然後覺得不是很美觀這樣子 所以我們通常有一個做法就是 我們去接 我們去剛剛的那個擷取 而擷取我自己要報告的筆電 然後有一台中間的一個OPS 然後OPS擷取它 然後我這邊給你看 就是我在畫部這邊按右鍵 然後這邊有個全螢幕投影 然後我就投影它這樣子 所以我在導播機上面的畫面就是一個 全螢幕投影的一個畫面這樣 然後可以就是你客製化 然後比如說 假設有一個場景是我要去 原油會擺攤 然後原油會擺攤的菜單是會一直輪播的一個菜單 然後就可以去用蘋果菜單 然後用OPS 然後全螢幕投影 就是那個菜單 就在我的一台螢幕上面 去一直輪播我的菜單給大家看 或是你要輪播什麼東西 那同樣的概念可以在更正式的場合的時候 就可以用得到了 就是這個不是我做的啦 但是後面其實這個是LED螢幕 所以如果我在總統背黑客的時候 看到Microsoft或是蘋果電腦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很奇怪 或者是我的桌面長什麼樣子 就會很乖 或者是我要做簡報的時候 你會看到簡報的PowerPoint的檔案 然後或者是畫面一格一格的這樣 就是很不正式 那如果你想要更正式一點的話 就是透過OPS 然後去截取那個畫面 然後去把它帶過去 然後你就是自己設計好幾個場景 然後那個畫面就會很正式一點 這樣子 畫面會再更講到一下細節這樣子 然後其實做這門直播課 我一直在想說可以 你們可以到底 我覺得就是說 你學的東西 基本上是 你有需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你再去學它就好 而不是說我先去學它 然後 結果它發現它在生活上 沒有什麼太大的應用 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會有點浪費你的生命 這樣子 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說 那如果你要來學OPS的話 你們是不是其實是有一些 想要做的事情 你想要做直播 你想要去玩一些什麼特效什麼之類的這樣 那因為你們還是學生大部分 那所以 我會很建議就是說 你們去觀察一下 你們教室的收音設備 或是教室的投影機 然後它的接線是什麼 這樣 你們可不可以直接把一些接線接出來 然後接在OPS上面 然後你就直接掌握整個 教室的話語霸圈這樣子 因為就是螢幕就是你控制 然後 然後麥克風就是你控制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在你們教室裡面 辦Party的時候 唱卡OK啊什麼的 那時候想到很多啦 就是你可以用OPS來辦活動 然後OPS來控制聲音的聲音出現的東西 然後畫面唱片的東西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辦一些活動這樣子 OK 所以 所以我會 然後 我也很鼓勵你們說 如果你們想要做一些 類似像學習歷程的東西 然後 或是你有些想要分享 第一個 當然可以寫部落格 那當然有一個 就是用Vlog這樣子的形式 那Vlog的話 就可以一直錄 那我這邊就可以分享一個頻道這樣 因為基本上 我們在這個課程的時候 有收一些表單 問說你們想要學到什麼東西 許願什麼東西 然後有一個許願就是 我想要見到卡通 真的有人這樣寫 然後我就覺得 那我也想見到他 其實他人很好見到啦 但是我們這次就一直聊不到他 然後所以 我會建議你們 就直接去他辦公室的影片這樣 他基本上他只要去演講 他都把所有的演講 全部都錄進去了這樣子 他就自己帶一台 那個攝影機 然後就是放 每次去拍的就是錄下來 然後就直接去錄 然後演講的東西 全部都播出去這樣子 然後除非是對方的 有版權問題 他就直接播他自己單軌的聲音 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你想要去 二四小時輪播唐鳳 喔對 他這邊的影片全部都是open 就是free license的 就是都拋棄著作權這樣子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創一個頻道 然後去OBS輪播二四小時的唐鳳 對 然後可能頻道名稱叫做呂伯帽 我也不知道 就是可以自己來試看看這樣子 好 好 那 我接下來講就是稍微講一下就是 所以可能剛剛前面很多技術上的操作 跟知識上面的了解 然後我就這邊再講一下我經驗的分享 就是我 因為我們距離地揪鬆團去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很多活動都變成要線上舉辦 然後也就是因為這樣所以我才去學直播 我其實在一年前我不太會直播 我只是喜歡看Twitch遊戲直播的一個收看者而已這樣 然後我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所以我需要直播 然後只有剛好直播一次之後 然後唐鳳有發文推就是說 距離地現在的活動頻率變全線上了這樣 然後有其他很多單位就跑來找我們 說會不會幫我們做直播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賺了一些錢 一些錢 OK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所以懂我今天分享 那 所以其實故事開始是去年的三月的時候 疫情狀況很嚴重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做直播的時候 就是直接搬國家的桌機來 我連那個直播的設備什麼都沒有這樣 然後其實有時候直播的門檻稍微高一點點而已啦 因為你的那個CPU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有時候你的電腦就會很燙這樣子 直播大概一個小時就會直播 電腦就會很燙 所以如果你現在新買的電腦 基本上都可以直播啦 只是我當時就沒有 然後視訊鏡頭麥克風就是大家自己的油 就平起來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直播 然後GZE的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所有的創作基本上都是Open Source 或是Open License 所以我們使用的軟體 剛剛講的那個GZMeets 就是可以自己架的一個伺服器的軟體 所以也是Open Source的 然後我們為了要把在視訊上面的畫面 做一些直接拉出來的調整 我們還把GZE的程式做一些修改 然後可以直接接取單一個人的畫面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在OBA上面 直接最單一個人的畫面做一些調整 因為你可能在像Google Meet上面 就直接畫面它是直接把你拍好了 所以我們就希望可以自己拍這樣 所以我們就自己寫了程式這樣 然後我們還為了希望說 大家感覺好像在現場活動一樣 所以我們就畫了一個 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現場活動的 的一個小地圖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進去那個房間裡面的話 然後裡面有人的話 那個視訊頭就會開起來這樣子 當時的計畫是做這樣 但是這個其實概念很多大公司都有用 因為其他國家疫情也有很嚴重嘛 然後Google每一年都會有一個大會 然後那個大會去年的時候變成線上版 然後他們其實做了一個長得很像的一個 就變成一個RPG遊戲的畫面這樣子 然後我們還有做彈幕 所以其實在當時的直播的時候 你在某一個地方輸入字聊天上面就會飛來飛去這樣子 就好友然後就會有好友這樣飛過去這樣子 OK 好然後所以我們就接到 然後我們那次的黑客松就有 就有收到有一些人的轉發跟宣傳 然後其中唐鳳池一個 然後唐鳳的那個宣傳率就很高了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美國的AIT 美國在台協會就邀請我們說 可不可以去幫他們做直播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買了一台新的桌機 然後去幫他們做直播這樣子 然後他們的定期有一個叫做VGCTF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查一下 基本上就是希望可以邀請各國來討論某一個議題 戰略組織的議題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這邊有寫要點 第一個主持人很重要 然後這張圖片的左邊就是Amanda 就是他們AIT的發言人 然後他超會空腸這樣 痾 你可能可以去Youtube查一下 好的主持人跟爛的主持人 然後爛的主持人 真的是可以直接把整個腸子炸掉這樣子 就是講很爛的笑話或什麼之類的 或是很不合適 然後你就會覺得尬到不行這樣子 可是Amanda就很會 然後其中有一個議程的主持人是唐鳳 然後唐鳳也是很會很會就是讓那個議程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邊那個是對景PDT這樣子 OK所以然後接下一張 所以其實剛剛這個是正面這樣排過去 然後另外一邊反面這樣排過去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基本上你要做直播就是會有超多螢幕跟超多電腦 然後線路就會亂七八糟這樣子 對然後當時有一個很擔心的事情 我們剛剛講到說那個麥克風收音距離嘛 然後當時這邊紅色亮就是剛剛那支電磁式的麥克風 然後電磁式的麥克風收音非常明明這樣子 然後當時畫面上面這邊右上角的這一個電視機 它會發出聲音來 就是上面有人遠距裡面在分享的人的聲音就從那邊播出來 可是即使這樣的距離 然後那個麥克風就還是收到 所以它就loop了回來了這樣 就是我講話然後這邊又再播出一次 然後再收一次 所以那個當時是聽到一個很細細的微音的聲音 就是那種Ech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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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狀況這樣子 所以就很恐怖 然後我一直覺得怎麼辦要炸掉了這樣 可是其他人其實沒有很認真聽 其實那個很多事情很多小小的細節 是只有導播才會注意到的 或是你很認真只聽這件事情才會發現這樣 但那個時候就才發現說其實聲音很難處理這樣 然後要特別處理 所以那一次之後就有再想辦法去改進這樣子 對然後人肉讀稿機下一個 來看一下 這個畫面上面那個正在 畫面上面右邊然後正在看著一個人拿著一台電腦的那個 這個是LIT的處長 然後他就是那邊最大人這樣子 然後我們當時沒有買獨稿機 所以所謂的獨稿機就是 他可以透過折射的方式把在平面上面的那個字 然後折射給那個人看 然後在折射的同時後面擺一台攝影機 所以他看起來像在看攝影機 可是他其實同時也在看中間折射過來的那個字 這樣子 所以意思是說我不會看起來像這樣 就是明明在念稿 然後可是在看其他地方 眼睛沒有對鏡頭這樣子 讀稿機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們就是用一個wavecam這樣 然後後面有一個人拿著那個讀稿器 然後這樣看著我這樣 然後在那邊念稿這樣子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為LIT是一個很大的單位 然後我們用的解決方案都是非常突炮的方式 就有點尷尬 可是他們都覺得哇好棒 讚 very good 超級尷尬 好 然後下面講一下就是 是任想遇到的 因為我們是在要跟遠距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辦法跟他直接接觸聯絡 然後有時候聯絡的tempo就會很慢 好比說蘇星王來這樣 然後曾經就有遇過沒有對齊的事情 然後結果就 結果就 他那個講者應該要在現場presentation 就是分享他的事情 可是他就說好 OK 然後就站起來 然後就離開了房間 然後就走掉了這樣子 對 就再沒回來 可能他過半個小時再回來 過半個小時可能收過email 然後收到才回來這樣 結果超尷尬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其實是跟場景有關 所以那個時候場景就會拉很多 剛剛在我邊那邊拉很多個這樣 然後後來六月的時候 我們就接那個中文杯黑客松第一次工作 這個時候就開始爆炸了 你看這畫面上面有幾個人 中間那個是總統 然後這樣五五二十五 還有二十四組團隊這樣子 對 然後同時在直播這樣子 所以當時的時候就是 我們是用GZ剛剛的那個視訊軟體去架著這樣 然後我們伺服器就爆炸了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就要靠程式設計去 想辦法讓他不要loading 不要那個 嗯 伺服器的路段 那個負擔不要那麼大這樣子 所以這邊可以給大家一個 比較形上學的一種概念 就是當事情 當數量變多的時候 剛剛講說一個webcam 然後跟同時二十五個webcam 它不只是你要準備二十五個webcam 這樣子而已 通常我們在處理一件事情的時候 它會隨著數量的變多 它的複雜性會直接變多 那我們可以再想一下 之前很多人喜歡說 不然來對賭 然後輸肉我請雞排 然後一片雞排去隔壁買就有 但是你要同時在下午十二點的時候 在炸五百片雞排的時候 你就會要考慮到雞夠不夠 然後有沒有那麼油炸過 有沒有那麼多 可以同時炸到那麼多個這樣子 所以你以後可能想要辦活動什麼 你要想到說它的數量到底是多少 然後你要考量到數量變複雜 所以並不是說數量double 你要處理的時間變double 而是你要想到說 它可能會變成三倍或五倍的時間 除非那麼長 你要自己要注意到這件事情 OK 然後 所以那個就是總統在致辭 然後後面的畫面 跟二十五個團隊分艙分流 就不會每個人都跟總統見到面 然後總統就變成群聚感人的那個中心 之類的 OK 好 然後所以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事情 像這些東西 我們剛剛講說可能兩千 一千五五這樣子 可能你們是學生覺得有點貴 但是對業界來說 這是一個很小的錢這樣子 然後 你就會想說 那我同時要準備二十五個Webcam 那我們就租好了 抱歉沒有人在租Webcam 一千五個Webcam 你要租多少這樣 所以我們錢會都用可能這樣子 然後結果我的床就被 這些設備佔據了大概一年左右 才全部二手拍賣出去這樣子 對 然後二零二零九月的時候 我去開放國會我也會直播 那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你可以稍微猜一下說 到底我跟 中間那個是Freddy 那個林昌作 我跟他的距離到有多遠 其實超遠 他們那個立法院的會議是非常遠 所以那個時候就要用 你用微微看你就會拍不到 拍不清楚他這樣 所以你就要用 我那時候租了這一台 你可以稍微想一下價位 大概在租要一台一天九百的那個 DV去錄這樣 然後光圈盡量大一點 才會受到更多光 那個遠方的人才會看得更清楚這樣子 然後 我這邊可以給大家這個訣竅 如果你以後想要去側錄一些活動直播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 你雖然是截取他可能現場的 現場的投影機 或是現場的聲音畫面 可是你不要破壞他原本的線路 有一種就是要分流器這樣子 就是從來會有一種機器 然後你插一個HDMI進去 然後把你變成兩個HDMI出去 然後你有一個HDMI就是接原本的路線 然後有一個HDMI就是接你的OBS 建議大家要這樣子做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只要入侵人家原本的架構 然後人家就會覺得你在來搗亂這樣子 我當時去的時候立法院的助理就是一直 馬虎就說 我們醫師要做議程 要錄影 要做記錄 你把我的聲音拿去 我這邊沒辦法錄這樣 然後人家說 那我可以給你我的錄影檔 錄影檔是直接截取 然後就直接給他 說不行這樣就不行 他們就比較 你可能會在工作上遇到一些活動 比較死犯的人這樣子 你就盡量可以就是 透過不要干擾原本他們 醫師進行的方式去得到你想要的訊號這樣子 然後這邊Freddy曾經講過一個廢話 就是 他們在開會的時候 曾經就是 開了很累 開了兩三個小時這樣 然後Freddy想要講說 跟美國人溝通這樣 喔美國那邊的時間 然後他就突然講一句說 美國人的時間是美國時間 然後大家就 講什麼 這樣 所以 這就有點白癡啊 就是那個時候我還把它 獲得下來 然後就跟大家分享 然後大家覺得很智障這樣 好 所以 那當然如果你自己想要接案的話 我覺得 因為去年真的因為疫情很嚴重 所以也有很多案子可以接 可是今年就是直接這樣 掉下來區環 然後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還沒有機會可以做直播 因為像我以前高中的時候 可能會有職業的活動 或者是園遊會什麼之類的活動 就有一些活動 可能可以有一些DJ台 或者是有一些直播台這樣子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搞不好可以自己來接下來試試看 如果你們覺得有可以使用的話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畫面上面的線 已經開始變得有點 像在搶救一個快要死掉的病人了這樣子 對就是線很多這樣子 那你要稍微考量一下你的成本 然後你的收益怎麼樣 這個就是給大家一個概念 就是不要 不要因為你是新人 然後就打重點衝胖子 就說這我可以做 然後就會都把自己的時間 你還是要該收多少錢 可以跟他講到收多少錢 然後最後的話 2021年的時候 就今年的1月 有一個思辨之夜的活動 那就跟剛剛前面講的一樣 前面就是總統北黑客中文 頒獎典禮 後面的螢幕畫面要擺什麼 那如果這時候跳出Windows的logo 或是iOS的logo 或是蘋果的logo 你就會覺得很low 這樣子 所以這個思辨之夜就是場地 然後後面有一個logo的圖片 那當時的時候就是透過OBS 隔一層 然後我要放的圖片上去 然後就比較確保說 不會出現奇怪的畫面在上面 因為我每個場景都設定好了這樣子 對 好 然後這些都是有線的 那其實有一些有線的視訊軟體 或是無線的麥克風 或無線的視訊軟體 那我們這個時候 其實這個畫面當時就是用一台手機 然後透過區域網路 然後把訊號傳到OBS來這樣子 這也是可以做到 所以OBS可以進階做到一些很特殊的功能 只是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樣子 那如果展望未來的直播的話 我剛剛跟大家介紹的是Facebook的直播 然後可能接下來你搶到YouTube的直播 再來就是IG的直播 但其實這些平台都是上業平台 它就會收集你的歌詞或是怎麼樣之類的 或是如果你不小心觸發他們的條款的話 就直接被ban帳號這樣子 但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平台 叫做Peer Trooper 然後也是一樣 Open Source 然後你可以自己加起來 然後它今年出了一個直播功能 所以你也可以自己加一個平台 然後去直播這樣子 那我們在 我們在各個時間點會有Conference的活動 然後Function活動 如果你想要做一個是邀請制的活動 然後就可以自己去架一個師父親 然後在那上面直播 然後把他們建好帳號給他們 那日本因為現在一起還有嚴重的關係 所以日本他們的演唱會 目前都是用這種類似的形式 就是他們的演唱會就是在家裡看這樣子 然後你要付費 然後會給你組帳號 你去那個網站登錄去看這樣子 對 好 所以 這是一種未來的想像 當然你可能大部分都還是在YouTube或Facebook直播這樣子 那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直播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是因為直播可以提供一個很沉浸式的體驗 那直播的方式基本上就可以有很多種 像這個的話就是遠程出席機器人這樣 就是 你雖然如果你只是在online規定上面看到一個連換就是一個平面的 但是如果你有一個補架 然後有一個輪子 然後有一個畫面的話 就會看起來比較有點像人形這樣 所以這個畫面其實是唐鳳他在世界衛生組織 我忘記是哪一個 聯合國 他是在聯合國有一個會議的時候 他就在這邊這樣子 所以他就出席了這樣 他就不用特別 還要去受到中國那邊打壓 然後他就遠程直接出席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像是現在很流行那個VTuber 就是虛擬偶像這樣子 然後這種的溝通方式 就是用VR的方式也是一種在線上虛擬互動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們講說以社群的角度 就是以GNV的角度來想當時為什麼要直播 其實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當年就2014年的時候有個318學員的運動 然後大家就去佔領立法院去抗議福毛的議題這樣子 那很多人就會在這個時候去做直播這樣子 然後讓大家在場外的人知道說 裡面的人在討論什麼 然後裡面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甚至那個時候GNV還有一些社群的朋友 就架一個網路線給裡面的人做直播使用這樣子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已經內跟外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 然後都會傳出一些風聲說 欸我警察在打人欸 然後那個時候大家就會很擔心很緊張 但是有直播的時候大家的緊張感就會下來 因為有人跟你講說 傳了一個不實訊息跟你講說 欸裡面有人警察在打人欸 然後就點開直播一看 裡面在喝酒或者喝啤酒 或者是在嗑瓜子聊天 聊議題之類的 那這樣的話你覺得心裡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所以在立法院這一段的時候 當時就很和平 因為有直播 大家都知道裡面的孩子都很安全這樣子 但是在323的時候過了幾天之後 有一群人決定要去佔領 除了立法院之後還要去佔領行政院 可是那次的時候警察就出了很多人去把他們擋下來 然後當時在這個畫面的時候是沒有人做直播的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是有很多人被警察打了頭破血流這樣子 那所以這邊就給出了一個很有趣的觀察 就是在有直播的一方變得非常的情緒和緩 因為大家在被拍的時候的狀況下 人的情緒或是人的表現會有一種制約 然後就會比較和緩 但是在沒有直播的那一方的時候 就會有非常嚴重的衝突發生這樣子 所以其實可能在台灣的話 比較覺得如果有需要什麼 一起經營的專案 共同做的專案 大家都覺得說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對人見面去聊 所以我們要去咖啡廳聊一聊 但是在國外的話 目前可能就會需要透過視訊 或透過剛剛前面講的各種方式去聚會這樣子 所以這邊有個詞叫Internet Telegothering這樣子 遠距然後Gothering就是原意這樣子 有點像是說 我們就是一起去經營這個虛擬的空間的感情的經營這樣子 然後我們在科技上面 前面我們嘗試了很多種方式 可以盡量讓大家是在彼此的認識上是很直接的 就好像我們現在在跟你在跟你教課一樣的方式這樣子 然後有一種共同參與狀況不是 就是有一些互動的方式不只是我站在上面 然後我講什麼就算什麼 而是你們都可以一起來講話 就像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做個Podcast來做的方式一樣這樣子 等一下可以了解一下 那這邊有一本書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想要做的事情 或任何想要做的project 那你都可以去參考一下別人曾經做過什麼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這樣是不是抄襲 那實際上其實很多點子都是偷來的 那為什麼偷來的OK呢 是因為你在學習或是在靈摩它的點子的時候 你其實會不知不覺的就把自己的風格加進去 然後就會變成你的風格這樣 歷史上很多很有趣的音樂家或者是畫家 其實都抽過同樣的方式去學習到 去創造出自己的風格來了這樣子 好,所以經過一年的洗禮之後 我會直播之後 我就看電視的時候 看電視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樣了 這個是去年金馬獎的時候頒獎的典禮這樣 然後我不知道影片可不可以播 然後我也好奇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影片有什麼很奇怪的地方 好,就是一個很緊張的頒獎電影 然後結果每個人的鏡頭都在瘋狂的搖望 這樣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那天在一個很大螢幕上面看 然後看到都快要凸出來了這樣子 那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你要做一個這樣子的畫面 你會怎麼做 我們今天就來實際來想一下 你就會有一個webcam 假設啦 有webcam 或者是第六個 然後下面有字幕 那字的話我們可以用什麼 就是新增來源文字 然後加上去這樣 然後 上面這邊有一個logo 那這個logo就是架一個鏡台圖片 把那個logo的圖片放進去這樣子 然後 我看一下 其實這個後面是一個影片喔 就是它這個光線是會 它是做了一個 很不顯眼的動畫這樣子 然後是影片 所以後面這個可以是一個影片這樣子 對 然後贊助商 或是直播商 就是上面那個網路丟這樣子 然後還有什麼 這個57 這樣子 所以你們想要辦一個頒獎典禮 這也是一個可以直播弄的東西 那不一定要直播 我還可以錄影啊 對 然後基本上這整場活動 三四個小時 每一個人的影片 每一個人的頭都在晃這樣子 所以 我也不知道到底怎麼說這樣子 OK 好 所以 這邊就是我導播經驗的分享這樣 那我很期待 接下來可以有機會 聽到你們的 想要做的事情的分享 因為我記得之前有接到那個什麼 我們有收問 就是在我們報名的時候 前面有些人會有些填一些問卷這樣子 不是問卷 就填一些你想要聽到什麼 或是一些許願這樣 然後 我就知道幾個這樣 如果有機會 等一下可以在我們錄 podcast的時候 去來一起聊一聊這樣 好 所以我這邊的話 基本上今天的課程可以算是到這邊結 算結束嗎 還沒有結束 最後一part就是要來錄個 podcast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可能就會錄 podcast的時候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怎麼講啊這樣子 OK 好 可能要等一下下個十分鐘 等一下 好 那我最後講一件事情好了 就是 最後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其實你不一定要直播 這很奇怪 我在播直播課 然後跟你講不一定要直播 因為你可以錄 podcast這樣 我們剛剛很多人 常常有時候很多時候在想說 我們想要更增進彼此的互動 所以我做直播 然後就越加越多功能 可是有時候其實是五招勝有招 你可以加很多功能 或是把很多功能都拿掉 只專注在覺得最有效的功能 那就是聽覺這樣子 所以在去年的時候就是podcast 然後還有去今年開始的House 它就是減法的一個溝通平台 它就是把你的眼睛的功能拿掉 然後只在下停覺這樣子 所以你想要做一些資訊媒體的傳播 有很多種方式 那podcast也是一種 大概就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休息十分鐘嘛 然後所以就是3點40分的時候 我們會回來在後面那個地方 然後可以邀請大家把自己的椅子 就搬一個椅子過來 大家圍成一圈 然後我們會錄一個podcast這樣子 然後錄的那個intro story跟outro story 一定有稍微寫了一下 你們可以看一下到底在幹什麼 然後我也邀請大家輪流介紹到自己 然後可能是三個關鍵字的那個介紹 然後再來講一個故事 然後這故事的形式內容 就是你們可以自己決定這樣 我知道這聽起來有點過分要求 就是你們先要來貢獻一下 你們可以來想一下你們想要講什麼故事就可以這樣 或講一個笑話 各種形式都可以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好 就先到這邊 休息十分鐘我們3點40的時候回來 好 謝謝